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的杨石头曾就职于很多国际国内的大公司 直到2009年创办支离方 她已换过多个工作岗位 但对年轻人的跳槽 她却有不同的观点 急到这样子稍微分开一点 急呢 可以 别糟 对于年轻人的婚姻 她给出这样的建议 对于年轻人在大学期间创业 她表示谨慎的反对 真的真的别乱花时间 甚至包括外面的时间 卖点什么耳机啊 小商小贩 做不大 本期节目杨石头与您一同分享 如何在职场上惩处起来 来 请坐 那我想今天更多的年轻人一定在职场上有一些内心的一些困惑 那借着这个时间来问答杨石头 好吧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好像没有 我微博上经常有人问 说你给我介绍本书吧 你给我介绍资料吧 其实多半这么问的问题的人 其实是没有自己好好习惯于自我心灵沟通的 这么讲吧 关心之天下 不路也锋芒 你真正是跟内心有没有去对话 然后你有没有捕捉性地去学习 你不管主持人这一块也好 同学这一块也好 老师这一块也好 其实那部分的学习要远大于书本 请问您的那个减压方式是什么样的 很羞耻地告诉你 我前天晚上还带着伙伴一块到网吧打游戏 然后他们会觉得 好老的恐龙啊 跑到这来打游戏 您在家里不上网吗 上网 但是游戏上最好是一个群体的感觉 然后最好是把钱花完了 stop 停止 别玩了 避免自己把时间浪费掉 杨老师你好 我想问您您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是什么呢 幸福其实是个比较急的东西 比方排队 快乐不来自于前面越来越少 而来自于后面越来越多 其二 如果是两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的幸福 从来不是相互凝望 而是朝一个方向看过去 然后走过去 这个是两个人的幸福所在 现代的大学生 如何迅速地从一个学校的学生 入职之后 很好地融入到这个职场大环境中来 其实你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就要开始尝试着训练自己的四件事情 叫做心 智 习 性 其实真正新人 他基本上是用的是你的潜力 换言之用的你的素质 不是用的你的实力 所以你的心正不正 头脑灵不灵光 然后习惯够不够好 性格够不坚韧 这些部分是应该在大学之前 提前就开始去磨练的 有意识去磨练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是个意志力的侏儒 我从高中就开始单相思 我就觉得女孩特好 然后在这沉迷 在这想象 人就会越来越开始沉溺于那些 其实并不存在的一些幻想中间 后来我就要磨练自己的 这些性格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去有点 交往过正地去训练 比如说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这边是阳光 这边是阴凉 大家都坐到这边来 可是我就还是要去看 我能不能坚持四个小时 即便之后下车这边 这边空虹 这边惨白 那我也觉得 好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 让自己去转换一下 磨练一下 当然面对职场的时候 就会从容很多 一定要记着 所有的成功之前 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什么 是你是否能成功地 改变了自己 所有的胜利 跟改变自己 征服自己来讲 都不足道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以前有一个实习生 他学历不可谓不高 而且英文也非常好 从学历来讲 绝对是不错的 可是情商低 他自个儿在那郁闷 大家都吃饭了 他也不去吃饭 然后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这个 什么时候我想转正 我老干这些垃圾活 一会儿是服役 一会儿是会议记录 我永远担负不了 特正式的工作 我跟他讲 我说你看 我们都是从这走过来的 其实这些基本动作 就是在训练你的工作血统 没关系 你持续相信自己 是那个职位 他就是那个职位 这个时代 你持续相信一件事 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然后他马上站起来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当时我都觉得好看看 我赶快找个地方 钻起来 以至于我后来的 下属开会的时候 我说点话 就开始我醒我 哎呦好有这里 好有这里 后来三个月以后呢 他的主管觉得他不行 要fair 然后我就跟他聊说 说今天你要考虑一下 你要思考一下 妈妈呀姑姑啊 他们是怎么为人处事 怎么沟通的 他马上站起来说 师父我跟你说 我妈她非常幼稚 然后我就不知道 我该怎么接 我是批评你妈呢 还不批评你妈呢 对吧 然后两个月之后 我还是不行 那只好算了 我觉得帮人帮到底吧 我就给日本公司的 原来的下属打电话 说你要不要把人啊 对吧 然后说你带的兵 我当然要了 好就送过去了 送过去以后呢 这个打键盘啊 打得深下 日本公司是很安静的 人家的后面的主管呢 只好善意地提醒 要不然您用个塑料的键盘吧 他马上会问 嗯嗯 哪呢 哪儿呢 多少钱 多少钱可以买吗 对吧 这就属于情商太低了 后来消失到哪儿我不知道 就可谓说 智商跟情商这两条腿啊 是务必是要同时走的 成天说梦想的人 说理想的人 把那些情绪都挂在脸上 能实现的都刻在心里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不太成熟的职场人 都有哪些表现 我举个例子啊 有人在微博说 你们治理方有好多的用品 装备 送我一个吧 这个就是你不劳而获的 只有年龄 对吧 他们首先要问自己一句 凭什么 第二要问为什么 就当你所有在准备 提出要求的时候 你要看出你那只左脚 有没有做出过贡献 这个往往在职场中间 它不成熟 我要这个 我要在这个 那是啊 高薪高职就在这儿 请问拿什么来换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情绪化动物 我高兴 我不喜欢 自己的心情不好 就这些部分的 起伏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被盖上一个标签 就是你不过是情绪的奴隶 你帮不了梦想的主人 因为真正成天说梦想的人 说理想的人 把那些情绪都挂在脸上 能实现的都刻在心里 您觉得会有哪些不成熟的表现 是让自己真吃亏的 发火这个事 发火这件事情 没有结果 只有后果 到时候也许别人宽容你了 或者是说语言拳击 最后也算思维拥抱 但实际上呢 这些部分多半是让周围人 开始跟你距离有远 另外一些呢 是小刀消息 听说怎么的 就是当做一个谈资 这种东西的话 也会制造不信任 我觉得在职场 不管是对客户 还是对上级 还是对同事 你只有一件事 目标就是我赢得信任 我不过是用敬业 用专业 用各种细节 去做这个价值而已 只要赢得这个 成本极高 对 不过收益极大 成熟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它不来自于年龄 来自于经历 可是那个经历呢 你就是主管啊 或者自己啊 要有意识 每次给自己做一点反思 每次呢开完会 及时地去总结一下 今天这句话 说的是不是stupid 说出去是不是对 考虑事情呢 是不是周全 这天下没有什么 应该也不应该 你都要考虑的周全 真正让你成熟的部分呢 是你对很多事情 可能更加从容淡定 很多事情更加客观 而不是面上显得挺有朴的 那一般有事儿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显露出来 这么讲吧 成熟是什么呢 成熟是一种明亮 但不刺眼的光芒 对吧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下棋 能赢得了赵老师 就叫成长 我明明能赢 我小说一把 就叫成熟 就叫事故 就叫成熟 因为我有过愚蠢的时候 当年当个总了 然后呢 就说 别喊我石头石头 喊我杨总 以至于最后来 接电话的时候 自个儿都说 你好 我是杨总 对吧 我现在想起来都好蠢 当有人说 你是老师的时候 你说我是潮事的事 有人说你是情圣的时候 我是圣范的圣 我哲学家的时候 我打折的折 人质低 则无敌 那我们如何来培养 我们的这种心智模式 要更成熟呢 在那个进程中间 你可能无法跨越 但是可以加快 你比如说 你让你的工作呢 是个劳作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 啊 怎么会 周六还加班 你们还在培训 这种东西啊 基本他的工作叫劳作 他只是下了班才快乐 第二呢 叫工作 那是使命 那是责任 第三呢 让自己所做的事情 变成作品 当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为 不遗余力的 做好它 其实这些部分 会加速你内在的 这个成熟度规划 很多时候 所谓人的成熟度 是事儿 所担负起来的 你孵这个蛋 你看上去 28天它没变 可是每一天 它里面都在变 为什么有些人是少帅 为什么有些人 提前 很早就成为总监 甚至成为总经理 就是因为人家 并不是好运 它只是这个速度 会加快 我觉得我们今天 交流这些东西 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想 你不吃那一切 是不是可以长一只 你吃那一切 是不是可以长三只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思的 就您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 您是怎么快速地跨过这一步去的呢 因为我23岁才上大学 高中没考上大学 我就当工人 后来好不容易考考考考 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得追风赶秒 到处都瞪大了眼睛在学习 所以那个学习的天性呢 会是变成了一个信仰 或者是一种本能 就当你有一个目标 或者一个信念的时候 那个学习往往是检验 你对那个信念 是不是愿意去执行的一个方式 就会不断地去总结 有一个小的方法 就是写心得 因为我当年考美院的时候呢 我看 哇那些少年工的孩子 都画得好棒啊 我怎么去追呢 就是老师指导 一个说 你这样 你能够理解的东西 你笔才能跟得到 然后就会盯着很多的临摹 不断地写心得 他久而久之 会把你的领悟力 和洞察力训练出来 可能是一个事 但你的跨界思考 啪啪啪 就会想到其他的事 这样的话 人就会越来越开智 中国人有很多有知识的 但是没智慧的 是因为转时成智了 这个思考才少 所以我自己呢 有过愚蠢 有过年轻 有过不懂事 但是有时候反过来 都会在想 晚上用着自己手 摸自己心 再想一想 对吗 多半我就开始会道歉 会反思 就是这样 我觉得能够跨越 自己的迷茫的 只有两个字 叫希望 但是能够产生动力地 推动自己不断改善的 也只有两个字 目标 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反思也是让自己 快速成熟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办法 对 我建议每天晚上 你要留出一小时 你白天忙的是决定现在的 你晚上想的是影响你将来的 注意 你有时候经常会发现 这周的问题跟上周没什么差别 你不过是再重复地就过来 然后如果你比别人更有思考力的话 其实你就可能每天晚上会反思一下 诚实地面对自己 有一个小工具 叫SWORD分析 不妨把自己做一个SWORD分析 就是花个十字线 列一下 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缺点是什么 我的机会在哪 我的威胁是什么 注意 左边的这个是好的 右边是不好的 注意 以上的是你自己的 以下的市场环境的 你是改不了的 好 我自己当时写的时候 脚尽脑汁的 确信不确信地写了八个优点 但是我知道我的缺点25个 然后我就知道 那我就一点点改这些缺点 它也是一个方向 如果是这一天过的停水 好像没有值得什么 反思的一些事的时候 还有必要反思吗 有 你看丰田公司 丰田公司上班的早会 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那就一定有问题 你要去找这个问题 因为在精进的旅程中间 我们有些时候 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经常会有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其实你要拿别人来 告诉你其实好多问题 还是我觉得能够跨越自己的迷茫的 只有两个字 叫希望 但是能够产生动力地 推动自己不断改善的 也只有两个字 目标 我建议在职场中间的伙伴 有12个字 记在心里 冷思考 热沟通 跟人沟通 要热情 传球 最后你扔过去一个砖头 对你也别指着别人 扔过来一个绣球 对吧 第三呢 是大计划 第四呢 短安排 当然因为你有大计划 有短安排 它这个长线的时候 你自己清楚 每一个台阶 每一个台阶 我们都没有天生的信心 但是我们都有 不断被鼓舞的信心 别指着别人鼓舞 对吧 我完成一块 好样了 好样就自己来鼓舞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 是执行环节 难以延续 缺少韧劲 其实 有些那种想想 但做不下去的这种东西 在生命模式中间 叫等死模式 在心理学叫拖延症 你自己要现在明白 自己想不想去达到 我有个观念叫 以中为始 以中为始呢 是以那个目标呢 反推回来 你不要设得太大 即便设得太大 把它分解成尽可能 小一点的 人的有些时候呢 心理周期和习惯养成 是三个星期 换言之 21天 如果有些事情 能够监视21天 它就会自然 有些像你刷牙 洗脸 你怎么不觉得难呢 它习惯 其实你的竞争力 在早期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 你的竞争力就是习惯构成 尝试让自己去养成 去培育它 如果自己连续三次都不行 好吧 别去跟别人比 你就是怂了 你就别去郁闷了 还不想怂怂的话 那就改自己了 另外呢 我有一个三五七的策略 就是我今天 一定会有三件事要完成 有五个人我会沟通 有七个细节我要想到 这往往现在前一天考虑的 好 你可能做不了那么多 那你就好吧 一三五吧 我今天有什么事要完成 有三个人要沟通 有五个细节我要考虑到 来让自己拖延症和推动 能够被安排 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你只是在管这个肉体 你如果被他所牵引的话 基本上你也不要期望 什么大的未来 有些人 是往往心中有三个我 第一个呢 是理想的我 第二个 别人眼中的我 第三个是本我 把别人眼光的我 看得很重的时候 别人不认同的时候 哎呦 好难过呀 打击一下就很难过 其实你自己 还有一个本我呢 还有一个人定位 把自己定到理想的我了 就是他狂妄 然后觉得自己最牛了 他分不清楚究竟是谁 这个最好是能够去重合 尝试地重合一下 是这样 那接下来 我们给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的问题 想请教的 可以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方面呢 是我不喜欢下面的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 又舍不得这个 优秀的待遇 以及我旁边 很多这个优秀的同事 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是真的要去 做这个转换的话 我的建议 其实你可以压着滑水 上面弃定神弦 下面暗自努力 对吧 你的工作继续保持着 但你不是一下跳河里 淹色 而是呢 开始过渡 开始抽出时间去研究 开始真正在那个 新的岗位中间 有所担当 等你真正的 跳槽的时候 那是精彩的一跳 而不是惊险的一跳 对吧 这个呢 你自己要去做努力 而不是说 我不喜欢 于是我就怎么样 这个是 幼稚的 对吧 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您觉得 女人创业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 避免的是什么 女性创业 当然有它 女性的柔软的方面 但其实 但凡你要创业 女性实际上 已经变成了 百连钢 跟绕纸柔的结合体 你就必须的是一个野蛮 也同时 可能是一个娘子 所以你要比 男性的部分的 角色变换要多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的神经要很大条 你只能是变成别人的妈妈 来照顾别人 谁都可以给你撂角色 你不行 所以对自己的 心理承受度的 这个压力呢 是要早一些做准备的 我不觉得是说 你撒撒娇 就有多少人 真的去帮你 那个部分 如果是在职场中间的 小妹还行 如果是你是 真正的老板吧 你是这个公司 最后一份打封的版 所以就你承受的 一定是最多的